好 延防外围环流带来强风豪雨造成严重灾情 花莲市公所在26号的上午也召开了防灾整备的会议 由市长魏家燕指示各客市主管针对所辖区的业务做好防台因应 也提醒民众随时要关注台风的动向 非必要不要前往海边以及山区活动 台风杜苏瑞步步进逼强度打中台上线 中央气象局25号发布海上陆上警报 花莲市公所也在第一时间立即启动应变中心二级开设作业 并在26号上午召开防灾整备会议 由市长魏家燕指示各客市主管针对所辖业务做好防台因应 我们在事务会议前的会议前我们开了一个防台的一个会议 也请我们民政客以及我们所有的客市都将我们台风的准备 全部都报告一遍后 那也确保说我们可能精明两天到风雨最大的时候 能够可以做一个最好的一个防台的一个措施 为了严防台风外围环流所带来的强风豪雨 市长魏家燕也请各里里长及里干事 加强宣导防台准备工作 并针对国光复兴新村及国府土石流警戒区保全户 持续监控台风动态 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徐立琴 欢迎视报导